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迟到了 我呢 你们倒是与时俱进啊 支付宝到账三点二五元 好家伙 这个包装呢可是真够带劲的 这个应该是我最近开过包装最豪华的一个网络设备了 第一眼看到这个箱子呢 我满脑子全是这种特工啊什么叠战的这种画面 大家一看是不是有那味儿了 这里面呢可能是世界上第一款专门为极客所打造的迷你服务器 这次呢精水收到的是他们众筹的创始人的版本 一共呢是两台主机 一个呢是量产版 另外一个呢是限量版 打开箱子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非常迷你的服务器的本体 那我们打开第二层呢就可以看到它有一个说明书 还有呢三个盒子 那其中呢就有另外一个主机和两个12V3N的DC的电源配件 除了这些东西之后呢另外呢官方还给了一大堆的配件 这个东西呢是真的不少 但是到底好不好用呢 咱们接着往下看 在用包上手的第一感觉呢就是小 那是真的小 作为一个X86构架的一个小主机呢 它只有8正那么大 那净重呢在300克左右 相比最小的X86小主机R86S来说呢 其实呢还是要小小不少的 而且呢从外形来看呢非常具有冲击力 很酷 感觉呢就不像这个世代的产品 科技感是满满的 Zimbo的主机呢是一个三明治的结构 底部呢是半透明的亚克力背板 正面呢是一个mini DP1.2的接口 最大的支持4K60P的输出 两个USB3.0 两个千兆的RGS45的网口 一个DC的电源接口 后面呢有两个标准的Zeta3.0 一个小4Pin的电源接口 最牛叉的地方大家往侧面看啊 这个侧面有一个PCIE的插槽 这可是一个标准的PCIE2.0X4的接口啊 理论上呢它拥有16G的带宽 有了这个东西之后呢扩展性可以说是 无可限量 可以有无限的可能 好我们现在拆开底部的四颗螺丝 我们就可以把它的结构整个分离开 大家可以看到它底部的亚克力呢 一共分了三层 而且每一层的结构呢都截然的不同 非常非常有设计感 上个2呢是铝合机热压一体成型的结构 那外部呢做了喷沙和烤漆的处理 并且呢有大面积的散热齐片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内部呢 对重点的散热单元呢都有对应的凸起 那可以让热量更好的传导出来 这次呢Z1Bone呢一共有三个型号 两款CPU 那我拿到的这个呢是N3450的版本 那两颗4G的1600的DDR4的内存 那一个32G的EMMC 这个主板的做工呢整体呢是非常是公正的 N3450呢是英特尔2016年Q3季度发布的 主打移动产品的赛扬系列 那14nm制程四核四线程 基础频率呢是1.1GHz 最高呢2.2GHz 最大支持8G 2400的LPDDR4的内存 而且呢它还支持AES的新指令机 英特尔的虚拟化VD-X跟VT-D 说完了外观跟硬件的部分呢 我们来开机看一下 Z1Bone的出厂搭载了一个可视化的 Debian系统CasaOS 它是居于Debian系统所建立的 专门用于运行Docker的一个系统 整体的界面呢非常非常紧接 这个是我用过配置最简单的Docker系统了 点击它的图标就可以运行它的APP了 在最新的版本中呢还增加了非常非常多的实用的Docker 而且它们这个团队呢对于它们这个系统 一直保持很高的更新频率 好评 除此之外呢CasaOS还支持自定义安装第三方的Docker应用 你完全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小型的服务器来使用 跑一个离线下载或者是家庭影音服务呢 那是绰绰有余的 我们也尝试了Z1Bone跑了一下Windows10 那由于是低功耗的CPU呢 其实结果呢并不是那么理想 Windows在待机下呢是大概10W左右的功耗 跑分呢咱这就不给大家念了 有兴趣的小伙伴呢可以自己看一下 那作为一个有两个网口的小主机 当然我们要试一下它软路由的测试呢 整体的性能呢相较GoC25会稍微弱那么一些 但是呢毕竟是X86的小主机 再怎么说呢也比按摩平台呢有不少的优势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OpenWrt常用的加密算法的成绩表现 首先是AIS153573分 接下来呢是XX20109759分 最后呢是Chromemark基础多分43400分 CPU功耗呢最高保持在11W左右 那还是非常适合作为7×24小时的不间断小型服务器来使用的 我们检测了开机12小时和24小时的温度和功耗的情况 室温27度的情况下 CPU的温度呢可以控制在37度左右 功耗呢是在4W之间徘徊 这样呢可以看得出来得益于CPU的低功耗 那整体的温控跟功耗呢还是做的非常不错的 我们使用软路由来拨号 基础代官广东电信1000兆都是可以刨满我的千兆代官的 最后呢我们来测试一下它的网口传输的速度 我们在软路由上打开iPUB3服务端 在我的电脑上打开客户端 测试电脑的系统呢为Windows10 网卡呢我们使用的是102的i219 不管是单线程还是多线程的上传下载 都是可以刨满我们的千兆代官的 整体来说呢是满足千兆网卡应有的表现 最后呢我们也做了一些虚拟机子测试 不管是ESXi或者是PVE 运行呢都是可以正常的安装的 整体来说呢是属于可用的状态 但是由于节目时长的限制呢在这呢 我就不给大家一一演示了 好总结咱们由于说一啊 Zenembo作为一款X86的迷你小主机 整体的体积呢非常小小 有着非常高的扩展性 你不但可以把它当作家庭的mini server 来使用而且呢可以当作入门的软路由来使用 单作为一个家庭的媒体中心来说呢 不管是它的功能还是扩展性 还是非常非常OK的 PCIE的扩展呢更是神来一笔 可以使用众多的PC的配件 那可以说呢想象力是无限的 而且呢它的外形呢在目前在售的 插不了小主机呢 我觉得呢它是绝对的颜值担当的存在 非常呢是有未来感 反正呢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的 虽然呢N3450的CPU呢相对有一些禅弱 但是这并不影响众多的套件呢 在Windows平台跟OpenWrt平台上使用 但是目前呢OpenWrt的固件 适配的驱动呢会相对较少 那也希望各位大佬可以尽快的完成适配 那么如果网口是2.5G的话呢 CPU稍微再强一些 我相信会有更多的人喜欢它 那金准用了一个多月之后呢 其实在这呢想给厂家一点点建议 那希望他们呢在castleOS里面呢 添加一个OpenWrt 或者呢是一个智能网关的Docker的应用 再或者呢你可以出一本兼容PCIE的扩展套件 或者是一个软路由的固件 那么最好呢希望他们能推出一款 硬件配置更好的设备 最好是能加上2.5G网口 不过我听说呢他们已经在做了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大家觉得这期视频做的还不错 或者是有帮到你 那就麻烦投币加关注 YouTube全伙伴记得点开那个订阅的小铃铛 这样你才不会错过任何一期最新影片的推送 感谢大家的收看金水神技能 我是金水 咱们再见